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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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不能教点别的 放心吧 大师兄答应了师父 自然会有分寸 你好像动不动就袒护他 谁叫你动不动就杠上大师兄 四模四样啊 这就对了 继续练习啊 周哥哥 你为什么一直看豆豆啊 我不是看豆豆啊 我在看我哥啊 我担心我哥功夫那么好 我赢不了他 还好 周哥哥 你真的很有上进心啊 你知道吗 师父呢 经常都教我们 要把目标定得高一点 这样练功才会有进步的 不过你放心 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今天的推手练得不错 我决定教大家太极套路 呱呱逗逗 你们一组示范给大家看 杨阳 家川 你们今天不用练了 我另外有任务给你们 今天又要玩什么 毕竟你们两个都是新人 想学武当功夫呢 应该从基本功开始 是的 大师兄 正事来说 我不算是新人了 小的时候 我跟妈咪来过武当学功夫 你也说是小时候了 小时候不就是很久以前了 很久的不就是不记得了 那 今天呢 我们要温故知心 把木桶里面的床单扭杆 然后挂起来 你当我们是用人 大师兄叫我们这么做 相信他一定有原因 收着物性高 知道我的苦心 接着 接着 抓紧 放手 大师兄真厉害 这块布差不多都干了 要人家帮有多了不起啊 注意看了 你们俩试试 大师兄 我也可以 嗯 冲哥 冲哥 我早上跟你说 今天洗衣机坏了 你叫我不用担心 原来你找了人帮忙啊 什么 你当我们两个是洗衣机啊 你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 教我们功夫 你耍我们 你的手受伤了 一定是用错力扭伤了 待会儿我帮你揉揉啊 揉你个头啊 闹哭老鼠 山姐 你还是自己亲自拿去吧 你知道杨阳的脾气了 知道是我熬的 她一定不喝的 她也看我不顺眼 我拿去她也一样不喝 比起我们母女俩的恩怨呢 你那些 简直是小物见大物 那这碗水压露金汤 我可是熬了一个下午了 我还加了田七下去 一定要喝热的啊 不然的话 功效就减一半了 还有啊 喝了这个之后呢 那这几样东西 要忌口 你得提醒她啊 该死的包机冲 摆明了故意耍我 瞪着瞧 改天我会加倍奉还 谁啊 进来 你来干什么 看我死了没有啊 我看你的手扭伤 熬了筋骨汤给你喝 放足材料 保证药到病除 谢谢了 你会这么好 别老是以己夺人 其实很多人对你很好的 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慢慢想想吧 那这碗药呢 放了很多名贵药材的 花了不少心思 对了 我写的东西在纸条上 既吃很多样东西 你烦不烦你 你出去吧 大神 这碗是什么 这种味道 难道真是苦口良痒 很难喝 糟了 这么大碗药喝光 我会不会中毒啊 又是谁啊 是我 谢姐 什么事 薛少爷在网上 订了好东西 让我叫你一起吃 这样不客气了 走 哪这几样东西要进口啊 你记得提醒他 周哥哥 我拿了很多东西给你吃 不用了 其实我还是很饱 不认你们吃吧 不要你吃吧 不用了 我肚子饿了 没有了 好 是啊 来 新鲜热乎乎的蒸馒头 有馒头 有馒头 大家随便吃啊 谢谢大师兄 你们怎么不吃馒头呢 那些馒头刚刚蒸出来 新鲜热乎乎很好吃的 你们不用再推销这些没有味道的馒头了 大家昨晚吃过我上网订的日本牡丹虾雪场蟹还有顶级雪花和牛 今天怎么会吃你们这些廉价馒头呢 这倒是 跟着薛少爷吃好东西吃的嘴都叼了 不知道怎么回头了 来嘛你吃 有好东西吃 怎么不叫我呀 饭 饭堂亮姑 你喜欢我每晚都开美食会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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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好 我怕我呢 每天这么吃法 生完孩子之后会变大肥仆 其实你这么喜欢吃喝玩乐 你根本不应该上来武当山 应该好用世界嘛 嘉岗说的没错 武当山呢 是习武修道的地方 不是很适宜大吃大喝的 薛少爷 以后那些豪华美食团呢 我看偶尔搞一次就算了 不说了 薛继冲 你昨晚拿什么给我喝 害得我满脸红疹 手肿得像猪脚 你是不是存心害我 没理由啊 那碗是筋骨汤啊 应该没有这种反应啊 欧选 你好像是对药材敏感啊 不会 我以前喝过中药的 从来没有这样 你是不是整我 杨阳 你错怪她了 不关季冲的事 那碗汤是我熬的 我怕你不喝 所以我叫季冲拿给你喝 你熬给我喝的 你现在知道山姐多关心你了 闭嘴 怎么说是你在整我了 杨阳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想教我功夫 所以你假装跌倒 找包季冲来代客吗 这家伙不认真 公报私仇 当我是佣人似的 要我做一些粗活 害得我的手受伤 你嫌不够是不是 所以拿我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给我喝 喝上这个样子 我知道 你根本就不想我学功夫 还提出跟我打赌 但是你想我赢吗 你根本就不想我赢 好啊 你现在开心了 对不对 你赢了 我留在这里也没意思 我走了 孟宣姐 杨阳 杨姐 没事没事 让她冷静 这口气消了就没事了 好 师父 豆豆啊 别跟着我了 练了一个上午的武功 很累了 回去休息 杨阳 不用找了 她行李都带走了 真的一句话都不说 就这么走了 师父 救命啊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那 武当山火车站发生大爆炸 有很多人死伤 你看看 只有这班火车离开武当山 去武汉的 杨阳 可能在火车站 您好 您走播打的电话号码 暂时未能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师父 师父 哎呀师父 你别走这么急 小心跌倒啊 杨阳下山了 我怕她出事啊 师父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你留在山上 丁井网上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打电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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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帮帮忙 我要赶火车 麻烦你开快点 但是你不要超速 糟了 这里的新闻网说大爆炸是恐怖袭击 还说死伤人数不祥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不祥是十三还是十四 不祥的意思呢就是不知道多少 你不懂的就别在这个时候插嘴添乱了好不好 面对你啊这是十三不祥 什么 你以为我真的不懂啊 我看大家那么紧张 再说个笑话好让大家轻松一下嘛 你说我完了没有啊 这个时候没人有心情听你说冷笑话好吗 但是呢我这里是说地底煤气管爆炸 但是我这里呢说发生了轻微爆炸 不过也说有几个人受了轻伤啊 现在消息这么混乱 不知道哪个是真是假 现在火车站乱成这样 师父下山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欧神姐姐啊 依我看呢宁愿找不到才好 可别找到了师 不说话没认到你是哑巴 忠哥 不如我们下山去帮师父找杨阳姐姐吧 我们去了未必能帮上忙 再看看吧 求主保佑欧神姐吉人天下啊 哎 算了吧 这里是道教圣地 我怕你的主听不到啊 哎呀 饭桃亮姑啊 你别老是在我后面啊 你坐到座位上去啊 要回来的一定会回 哦 哦 哦 欧顺姐姐 哦 哦 哦 欧顺姐姐 你没事吗 我有什么事 杨杨姐姐 是人还是鬼 喂 我走开半天而已 就当我不是人 你傻呀你 你走开半天 就是没有下山 太好了 我下山干什么 杉杨说 你收拾行李人不见了 她以为你发脾气下山了 是啊 这么巧网上也有新闻报道 武当火车站大爆炸 师父很担心你 所以去了火车站找你 干嘛这么紧张 他可以打电话给我 师父有打给你 但是你的手机打不通 手机怎么会不通呢 都没想过 我今天充完店 忘记开机了 哎呀 就算是啊 她也不用这么急 跑下山去找我 师父再急再傻也有过 去年师父练功脚扭伤了 痛得几乎走都走不了 但是却为了下山 给欧顺姐姐庆祝生日 忍着痛 也要又坐火车 又搭飞机去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太操劳了 回来之后呢休养了几个月 才好起来 现在每逢刮风下雨呢 还会风食骨痛呢 那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我没事 叫他回来就行了 我一直都有打的 但师父的手机打不通 一定是 很多人打电话去问 火车站爆炸的事 给他网络塞车 糟了 师父去了火车站找你 如果他找不到你 他会不会以为你炸死了 师父岂不是很伤心 欧顺姐姐 欧顺 欧顺 怎么这么倒霉 吊车早不坏晚不坏 这个时候才坏 真的要走半个钟头 才能走到山下 你不要走得这么快 一不小心摔下山 不用半个钟头 不用这么急 我们真的走下山 你怕辛苦的话 你就回去咯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走得这么快啊 这么拼命 很快就没力气了 你真的很烦 你比我妈还烦 怎么样 来 让我看看 不用 想吃豆腐啊 你别死撑了 你的脚崴了 硬要走会伤上加伤的 不如我们回去吧 等吊车重开 我再给你下山 我不回去 我一定要下山 不用你扶我 自己会走 你看你这个样子 天黑还没到山下呢 怕了你了 我扶你 都说不用你扶了 到底想不想下山 来 我扶你 我扶了你 就算你现在扶我 也不代表我要说谢谢的 随便你 我扶了你 也不代表你可以任意顶我嘴的 我扶了你 也不代表我要风口闭嘴 没言论自由 虾子也看得出来 你还是很关心山姐 脚弄成这样 也要赶下山找她 谁说我关心她 我不想 她为了这件事到处骂我 你也知道女人记仇骂 搞不好记一辈子 只懂说别人 不懂说自己 你自己也一样 不知道你气什么 气得连自己生日也要避开山姐 好 没有 我现在就是跟客户吃饭 很快回来 不是的 好了 好了 我现在回来 没事吧 没事 安娜刚刚打电话给我 说突然间不舒服 要我陪她去医院看看 对不起 我看今天 不能陪你庆祝生日了 她是真的不舒服 还是想找借口叫你过去 她是不是感觉到我吗 不会的 按那之前都没什么 欧沈啊 你别生气 最多 改天我再为你补庆生日了 有什么好生气的 又不是第一次 早晚都要习惯 别这样 这个问题 我一定会解决的 我要先走了 生日快乐 我不是叫你别来了 我没有空啊 有什么好庆祝的 我知道你很忙 不过不要紧 反正我有大把时间 你喜欢等就等 不说了 拿来 蓝蓝你好厉害 这么多年后还会唱 当然了 我们中二的时候出去玩一定会唱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不但是最好的朋友 而且是最佳开档 生日不是能为所欲为的 老是占我女朋友便宜 占什么便宜啊 我现在要把蓝蓝据为己有 怎么怎么不行啊 蓝蓝 炒下一首 好好好 我们唱什么 嗯 看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生不开几个门 善变的眼神 紧闭的双唇 何必再去鼓鼓加油 鼓鼓追 这首歌还没唱完 谁叫你关掉的 给我 你爱上不回家的人 蓝蓝爱回家的 你看她已经睡着了 今天到此为止 蓝蓝你醒醒 今天是我生日 起来陪我再唱会儿快点 杨杨我真的不行了 我好快 我明天早上上早班 那正好了 唱完之后天都亮了去上班 时间刚刚好快点 开始唱了 你当然无所谓 你下错指令害人家赔钱 蓝蓝拿错药闹出人命啊 到时候你负责 你 蓝蓝啊 起来了再唱会儿嘛 杨杨 你也别唱这么久了 别喝这么多的酒回家 我不想回家 干嘛一定要叫我回家 我不想回家 好 你不走是吧 我们走了 好了 走 来 杨杨 你也别唱太久了 哎呀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你们快回去吧 你们走了之后 我包场继续唱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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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爱上一个 回家的家 等待一会儿 开机的家 陆小姐 你回来了 你妈咪在这里等了你整晚了 杨杨 你妈咪的太极功夫好厉害 刚才还教了我好几招呢 以后就算我遇到歹徒也不怕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下次再聊啊 好 杨杨 我们上去吧 哎呀 妈咪真是糊涂了 忘了叫人拿些冰冰着蛋糕 只是奶油溶掉了一些 还可以吃的 来 先插支蜡烛 哎 哎 杨杨 来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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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哈哈 我不是叫你别来了 你怎么还是跑来了呢 杨杨 杨杨 今天是你生日吗 一年一次 妈咪飞机一来回 很方便的 你只顾你方不方便 你有没有问过我方不方便 我根本就不想你来 从你去武当山那天开始 这些年来 我都是一个人庆祝生日了 你来不来为我庆祝 根本没分别 那两个人庆祝 好过一个人 开心吗 反正妈咪有空啊 你有空是你的事 难道我跟你一样很有空 我不是坐在这儿等你呼之择来 呼之择去 既然你这么有空去找你朋友吧 你别来找我啊 拜托 嗯 妈咪明白 呃 杨杨 呃 那你吃完这个蛋糕呢 妈咪就走 啊 哎呀 没刀子 我去拿刀来切蛋糕 我怎么没留意到 他的脚受伤了 你知道就好了 你说什么 好像是你先跟我说的 不是啊你听错了 我不是跟你说话 哦 那别说了 喂 再说就天黑了 还想不想下山啊 不是在走嘛 难道滚下去啊 那得走快点啊 队长 请问你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没什么大事 只是石油气炉发生爆炸 小事情而已 王上不是说 有很多人受伤吗 没有 就是那边卖烧妹的老夫妻 发生了点烧伤 没有大碍 哦 谢谢你啊 好 哎 兄弟 也就是杨阳没事了 哎 也就是杨阳没事了 我的手机呢 刚才咪咪还在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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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规匀 合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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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芽芽 芽芽 大姐 找到女儿了没 请问一下 下班公车到武当山的什么时候开啊 公交车 还有半个小时 要不 来 你坐会儿 谢谢 不谢 大姐 看你那么难过 你跟你女儿感情一定很好吧 也许 我们少了点缘分吧 爹爹 对不起 您的美国签证已经过期了 不会吧 我的签证到明年一月 是今年一月 已经过期好几个月了 请你通融一下 我要到美国参加我女儿的毕业典礼 对不起 就算我们让你登机了 美国海关也不会让你入境的 杨阳 你吃完这个蛋糕呢 妈咪就走 对不起 我最好都会儿子 我给了你 你不能做 还会儿子 我当然能做得到啊 太后 我老公 只好 你没有做到这儿 还是什么事 不谢 慢走啊 传姐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下山的时候 掉车坏了 我本来打算回头 谁知道杨阳 很心急要下山找你 走到半路 脚崴了 杨阳 你的脚崴了 要不要紧啊 让我看看 不用了 不用了 刚才休息一下 没什么了 不痛啊 不行啊 脚崴了那可大可小的 不可以不管的 这样吧 待会儿到了山上 我拿药酒 再帮你揉一揉 回去了再说 吹到你了 不是 我怕吹到你 对了 杨阳 我买了一包梨 打算让你在火车上吃的 我笑一个给你吃啊 不用了 我现在不饿 吃不晚 那我跟你美人一半 不行 分离 分离啊 多不吉利啊 离又不大 美人一个了 永不分离 这样多好啊 你倒是很八卦 只要你们母女没事呢 管你叫我八卦功 山脚 好了 来 干葱头水 干什么 喝的 你先把脚蒸一蒸 然后下去泡半个钟头 每晚一次 保证两三天就好 这是什么方法 行不行啊 啊 你这个人还是这样 相信人好吗 要看面对谁了 哇 水好像很烫哦 水一定要热 可以加快你的脚的血气运行啊 一说又说 血不通则痛 不知道是不是 其实呢 还有个方法更快 一两天就行了 哇 什么方法 就是我帮你揉脚 不过你这个人怕吃亏 一定不肯了 如果一两天之内我没有好呢 哇 我不放过你的 你干不干 那 哇 好烫啊 好 好 话说回来 今天没看见你 以为你发脾气跑下山了 其实你去哪儿了 小小杨儿要回家 小杨儿要回家 你真的要走啊 你的脸和你的手怎么了 看来你是喝了露金汤 又吃了香冲的食物 所以才会引起皮肤敏感 之前没人提醒你吗 那这碗药呢 放了很多名贵药材的 花了不少心思 慢慢喝 我写的东西在纸条上 既吃很多样东西的 喂 你说够没有大神 出去吧 拜托 昨天你妈妈来找过我了 她跟我说你的脚踝扭伤了 我就教她用水压炖露金汤给你喝 但同时我告诉她 让她提醒你 有些食物不能同时吃 比如牛肉 虾蟹 这些食物会相冲的 可是我全都吃了 难怪你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不过一直是出了些红疹 少有些肿 看来你的体质还蛮不错的 这么说我错怪她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看你精神有些紧张 有没有时间 我冲壶茶给你喝 帮你放松一下 也好 反正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但是要喝我这壶茶 你要事先做些准备工夫 烹一壶好茶 茶叶固然重要 但拿来泡茶的水 和烹茶的柴汁 也要相互配合 不可以随便 水一定要甘甜清澈 所以要到溪水的源头去取 柴汁一定要找些霉烟 不会生出异味的尖木 我们上金鼎去找吧 尝尝这杯茶 跟你喝过的所有茶 有什么分别 怎么样 感觉有什么分别吗 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茶 没有什么特别 你说得很对 这个茶 跟你普通在茶楼喝的茶 的确没有太大分别 既然没有分别 那施叔公为什么要花 那么多时间和心思 来泡这个茶呢 分别就在于 他的过程 过程 其实品茶跟做人一样 你们城里人 什么都讲究效率 只求结果不问过程 其实过程 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好比你骑自行车和乘高铁 骑自行车固然慢了一些 但是你却可以慢慢地欣赏 你身边美丽的景致 但乘高铁你可以吗 其实世间上的事啊 只有两个结果 一是成功 二是失败 如果你只看中结果 那你只有一半的机会高兴 但如果你看中的是过程 那无论事情的结果是如何 你都会得到过程带给你的快乐 你只看中的结果 杨阳 师公说的这些话 你能明白吗 不明白不要紧 师公刚才说了 不要太看中结果 过程才重要 来 喝茶 谢谢 不谢 请 南卫他们为你担心 原来你跟师叔去喝茶 好 搞定 你的脚呢 是金剑老损 我就帮你推送一点了 过一两天就好了 谢谢你 没诚意 不然怎么样 以身相许啊 你看我还不干呢 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下 你对人的态度 谢谢 不管怎么样 现在最重要呢 就是你跟杉姐 能够和好如初 留在这里 你别乱说啊 我肯留下 不是因为知道自己错怪她 也不是什么和好如初 是因为我跟她 有赌约在身 我一定要证明给她看 我可以在毕业室 拿到假等的成绩 何况我做人处事 从来都不会半途而废 你没想过 对 你是赢了你要赢的 但是输了你跟你妈妈的感情 值得吗 不要再说了 我决定的事不会改变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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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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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对了平时那冲哥哥都不会迟到的 今天搞什么这么久 大家早 师父早 师父 您怎么会在这儿 大师兄呢 大师兄说有事下山了 他有没有说什么事 他没说呀 我也没问 这些是人家的隐私 尊重一下比较好 才怪呀 天天对着你们这么无趣 当偶尔要下山 happy一下了 你说话可不可以别这么难听 怎么 我说大师兄可以下山很happy吗 现在不是做人想happy的有问题吧 师父 反正今天大师兄不在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放一天假happy一下 师父 我反对 我们的课程已经不是很长 还一直想要放假 我不但成 我也不在成 其实大师兄不在 我们也可以自己练的 哎呀 你们兄弟干嘛这么急呢 功夫是学不完的嘛 少练一天又不会死的 我有一阵子没教你们了 我想看这段时间 你们学到了些什么 这样吧 来个突击测验 大师兄 平一平 哇大师兄 你的太极功夫越来越厉害 早知道我也跟你来武当山学艺了 你也上来武当山 那谁帮我到香港收封了 不过你也不上 能跟我过了十多招 名师出高图嘛 我的太极功夫 都是大师兄当年在景校教的 在景校 我也只是教了你几个月而已 不过景校之中啊 那么多学生呢 你的悟性最高 难怪CIB部门 是不重用你 哎 在CIB再能干啊 也没有大师兄 你的任务刺激啊 哦 对了 我叫你查的是 查得怎么样啊 大师兄你猜得没错 我查过王Sir的经济状况 原来他一年前 炒七纸失利 赔了很多钱 还欠了财务公司两百多万 而且在大半年前 他还负责烧回一笔 为数三千万的伪钞 三千万伪钞 我把我找到的资料 全部储存在这个USB里面 你回去慢慢看 怎么了 不是还有什么发现吗 我之前黑进王Sir的电脑里面 找不到任何关于大师兄你的资料 我怀疑 王Sir把你做卧底的资料 全部删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都 róż 再厘 准备 还是 heaven 因为不就算对 你做卧底的资料 你做卧底的资料 别怕攻得不对 守得不对 会失去睡 害怕我闻意 见任天性委居 beginner 那天 叫做卧底 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